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黑棋理论的一种进化 现在慢慢大家不再惧怕 对方形成这种模样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 有很多的轻销的手段 可以使这种模样呢 其实只是所谓的虚张声势 就是你只要不要真的走到对方的套路里去的话 其实还是很容易对付大模样的 所以这也是现在的棋手越来越 钟爱于实地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么Master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钟爱实控了 那么现在黑棋呢走到这个之后 白棋下一手 尖冲 这招棋呢是过去的时候呢 吴清元大师最为推崇 也是最为喜爱的一招啊 当然Master下的非常的多 无论是无油脚还是这种局面的小飞手脚 他都会选择剑冲 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好走成这样了之后 嗯 黑棋呢在这个地方呢 来做了一个高位啊 有点奇怪 这个奇怪是因为它不常见 通常你可能分头 大家都会分在三路安定的快一些 这个棋呢走在了四路上 碰完了之后呢 白棋是非 白棋呢在这个地方不依不饶的行棋 这个棋也是令人很吃惊吧 就是下一手棋 这个Master的下一手棋让很多人都为之 至少是职业棋手想不通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他在这立了一个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这手棋 可以说在这么早的阶段当中啊 不许阶段不会把思路啊 放到二路上去思考 但是Master怎么在这个地方就这么下了呢 这条棋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他讲威胁无忧角吗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思路 但是现在我们是不得而知 他为什么这样下 但是就他后来的下法看看呢 其实他也不是很坏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棋 现在他有拆二 我们数一下白在这个一带花多少手棋啊 从肩冲开始啊 飞了一个 又立了一个 又拆了个二 花了无数手 其实这地方的我们看空间很小啊 我们讲棋从宽处走啊 不去阶段我们要走宽的地方 为什么他就盯住这一个小小的地方不放呢 这个是很奇怪的 但是确实他也没坏 这一点然后来也是很多职业棋手都想不通 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你说让我们自己下棋的时候会这样下吗 一定不会的 因为你觉得后面太难掌握了 这是一个难度系数太高的动作了 不太会这样去选择 但是他这样下了呢也不坏 所以也是很多棋友就说跟他下棋 跟马特尔下棋 最大一个感受 不知不觉就输了 这个还是在很多思路上面 还是有很多不同 现在这个棋呢轮黑下 实战呢 黑棋是这个 直到棋显得略保守 略保守 通常可能会直接想到的就是扩张嘛 我有形式 我肯定想扩张 或者说我一手棋就走近 把脚守好 你这手棋其实脚步还是很空虚的 没走好 那你将来如果再想跳起来的时候 这个子多奇怪啊 我们看这个子如果放在这儿 很不错啊 这个棋型很不错 放在这儿了 下一手棋就变得很难了 暂时来看的 确实是把这个地方防守住了 但是我也能理解 为什么黑棋去这样下 因为黑棋如果走这个 很显然 这块白棋已经非常的厚了 他花的手术非常的多 你围着他下 其实也是效率不高的一种表现嘛 所以他想的就是我远离你厚的地方 我走到这儿 但是这棋还是很想走这个 但是也许啊 快棋当中他也没有想那么的深思熟虑啊 所以是这样选择 但是这个棋型的效率 其实呢大家不用担忧 这个棋是不高的 这以后脚里还有味道 如果黑棋还有一天真的去补一招 那这个效率真是没法看了 这是完全不对啊 这个棋要单走这个 然后将来跳起来 这是一个好的行棋的次序 所以走成这样之后 这个脚一定是不补了 永远不会再走了 走成现在这样子轮白棋 白棋尖 速度非常的快 黑棋跑 离 飞起来 由于黑棋这个地方呢 他不惧怕你的争子啊 他争子是有力的 你争不死他 所以他就觉得我省这手棋 如果你要跟我作战 我就跟你 比如说白棋要硬出来 那当然黑棋就跟你作战 是吧 你也很重 我没有什么负担 我脚上都活得好好的 嗯 下一手棋呢 应该是 我相信啊 大家观看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一种 赏心悦目的感受 这手棋走哪了 这个白棋 在这个地方尖充了一个 这个只能说是一种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独特的 一种观赏的感受了 如果是我相信 人类其手下棋 可能不可能 会往这个地方思考 但是 他的逻辑 当你去看到 他的最后的结果的时候 又会觉得 这手棋下的真的是很好 就有一种天外非仙的感觉 我们来看他们的结果 所以黑棋飞 这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一招了 白棋顺势一飞 这个时候大家明白 白棋要干什么了 本来走这招的时候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现在知道了 他要干什么呢 他要把间接的 把这个字处理好 同时呢 让你去吃我食之无味 你不可能吃吃我一冲 这边呢 就等兄弟打架 不可能这样下 但是你说黑棋现在该怎么样处理呢 真的黑棋也非常的为难 所以这手棋 确实是一招很难得一见的 但是真的在这个局面下 有很恰当的一招好棋 所以现在黑棋只好贴一个呀 因为他现在这个地方不能表态 黑棋不能表态 你一吃我一冲 你如果要爬底下的空 我这立在这儿 你这根本就没有多少空 这底下给你 我一点都不心疼 所以黑棋想法就是 那我能不能从这个地方啊 想办法 比如说你跟着你走 我跟着你走 然后我从这儿能联络 那也是一种思路 就不在这儿行棋了嘛 这儿我不好表态 这个棋走的很好 这白棋在从这边飞 下的很漂亮 这里的几招棋的交换啊 其实可以看出来 这黑棋已经真的是 就是有点浮软了 就是说我没办法啊 你下的好 只能是这样了 因为现在这棋 配棋也没什么好奇 一下他想 那我接贴几个吧 接着贴 把我自己这块棋呢 先走后 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呢 把这个连回家 但是这个地方连回家的方式 确实很委屈 没什么木 没有什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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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的后果就是 现在白棋呢 挣到了一个先手 而白棋先手在握之后 他就简单拆这个二 我们发现这棋 黑棋这块其实也没好 这以后 这里还有个漏风 同时呢 他拆了二这块 点三三你也点不进去了 他都走后了 看看全局 黑棋好像 由于白棋就是 即使这里二路有一个子 即使在这个情况下 全局的木数 白棋还是比黑棋多 黑棋这个角其实很空虚啊 不好算木的 这个就让人觉得 非常的吃惊 这个棋的变化 不觉得白棋 哪里走到木了 可是他的木数就是很多 黑棋你看似 围了一些木 可以总归一数 还是很少这个木 所以这个我觉得 AI就是这个 master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展示出来的 这招尖冲 哎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去 好好的回味这招棋 真的是很棒 之后 黑棋跳 我们现在看啊 这招棋你现在跳 当然这中央很大 这个潜力 有一种无形的潜力的感觉 你要跳呢 就是也潜消它 但是这个脚步的空虚 你又没有防住 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 很轻松的 又被白棋活了一块 只好退 像现在这样子 居然这个脚呢 白棋是先手做活了 哎呦 这个棋 突然之间就觉得 这个差距 一下子又拉的很大了 嗯它是先手做活 它拖先了 把这个棋冲 这个地方就需要 具有一定实力的爱好者 来解答这道死活题了啊 这个棋如果拐一个 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考虑一下 拐一个怎么办 如果你粘上 我一扳 一二三四五六 你这已经没办法形成 这个取四了 已经死了 另一个 我一挖 一样是死了 还是活不了 那这棋 端被一拐的时候 白棋怎么走呢 可能有爱好者看出来了 这棋 一路是火棋的手机 A和B 见合 这棋就活了 对这个脚 等于就已经活掉了 那这个先手 又把黑棋这个木树 给它挖掉 这里一冲 黑棋如果挡 这又被断死 这个木树已经 嗯 差距很大了 可以说 它这个地方 先手把这里挖掉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木 呃 看看黑棋会怎么样去应对呢 黑棋的应对方法是扩张自己 想让自己走的更 这个中央走的更大 但其实中央的空最难围了 中央的空 人家不需要怎么削 你这条线就很难围住的都 你不可能自己去围 那将来人家就是 无论怎么样倾销 这都不是空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棋呢 其实不用担心啊 这种棋 不是很可怕的 好了 走成这样之后啊 冲了一下之后 白方 把这个地方冲掉 接下来 其实它也没有走什么 特别大的棋 把自己补住才是关键啊 它先拖两下 这是全力 沾 然后白棋把自己走厚了 因为这棋如果说你想在这一带走呢 黑棋这一带有先手 反正这里碰啊什么的 都是为了这个挖死你 所以补上呢也是很冷静 很冷静的一招 黑棋走 白棋就都跟着它硬 你走什么都不重要 跟着硬 接下来 其实黑棋这地方想维空也挺难的 你比如说像这样的棋 能为多少呢 其实白棋想进去随时都可以的 白棋已经走的很缓慢了 走这个 走的很缓 挡一下 这就进入到正常的收关子的这个收树里面了 但是 其实对白棋来说呢 它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像这种收关 它宁愿损一些 它经常会下的很缓 这个master 它就是把局面只要控制住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很显然没什么可以在争端的地方了 在中间还可以围一些木 很长 所以黑棋其实是费劲心机的在中央围啊 其实白棋我们看看围的也不比黑棋围的少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很简明 但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复杂变化的余地了 基本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全局 基本上就是三路关子最大 比如说像现在上面这个打拔 就是最大的关子 其他的能看到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了 他把这个打拔掉 那这个 哦 他在打拔之前先尖了一下 然后白棋挤一下 先手把这个断了 这样 其实这棋就已经大家都看的比较清楚了 就双方都 建合了 这棋 所以 黑棋就不可能在木树上再形成超越 最终呢 是白棋超时胜 也就是在白棋落子了之后呢 这个黑方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落子 也就判复了 其实也是内容啊 就是棋的内容也已经不行了 没有什么机会了 嗯 所以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再见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一盘棋啊 非常年轻的棋手 小将 连校 对阵的是Master 这盘棋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进程 连校可以说也是 目前中国棋界 当打棋手之中 也是佼佼者啊 最近的势头也是很好 下网棋下的也很多啊 可以说网络对于的经验也很丰富 嗯 这盘棋呢 直黑啊 下了一个 可以说是 像小木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变形中国流 Monster呢 也是 直接呢 就挂进去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像形成了一个 哎又有点像 雪崩的样子的这么一个变化 因为呃 我们知道 Master其实他并不会下定式啊 他其实是 就是从阿尔法构开始呢 阿尔法构是人类给他了很多棋谱 他开始学习大量的数据 从这个呃 棋谱当中学习知识 慢慢的呢 那肯定了 人类的知识赶不上他自己学习的速度嘛 所以他成长太快了 给他棋谱就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他后来到后期呢 已经变成了自我学习 就是他有一种深度学习的方式 自己开始跟自己下 下完就可以不停的 不知皮圆的下 下完之后可以提高 所以现在啊 挑战我们这个网络上来挑战 但直接棋手的这个Master呢 其实他已经是阿尔法构的升级版本了 阿尔法构那个时候 可能大家还觉得不一定跟他下棋 会就是说是完全的被他折服 但现在的这个Master 已经是非常恐怖的训练过后的 这样一个产物了 所以好多棋手跟他下棋啊 也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 甚至有的棋手还会开玩笑的说 就是下这种定式 看他会不会有可能创新啊之类的 挺有意思的 但这盘棋呢 我们来看 这里呢下出了一个 这个联校主动选择了一个小雪崩 小雪崩不知道这个 对于机器来说啊 他认不认识这个小雪崩 能不能下出点出人意料的招法 小雪崩的定式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这个时候白棋去 走胡这个黑棋去打吃的话 那白棋一断就形成了 最最典型的一个雪崩型了 但现在这个形已经没什么人下了 大部分都是要长的 大部分都是要长的 针子有力你就不能爬 你爬背一断了 这期就跟这个天差地别 这个地方大家千万不要下错了 知道这时候是做这个 然后尝一下这个都是定式的通常下法 拐吃看起来很普通啊 马斯特也是贴 哎呀我们当时在观看的这个对决当中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 哎和我们下的也一样嘛 说明这个变化可能他也认可了 这样下 但是接下来的下一手棋呢 跟人类棋手的这个 下一招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通常对于这个棋的理解呢 是在这里肩充 由于这有一个冲断的诱饵 我可以先引而不发 让对方去难受 因为他不可能从这走 跑回去啊 跑回去我一定 这马上这一冲断就出奇了 走这个是大家这个 可以说是固定模式下的一种固定动作 但是马斯特没走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他走哪了呢 嗯一路之差 但这手棋带给人的震撼 也是很大的一个创新之举 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 如果走这个 这肯定是第一杆 啊 斑 那么他可以呢 从这里冲 断 虽然说也有棋手觉得 就其实即使他这样下 也不怕他啊 吃的话 我就从这里吃 好像也可以 这个呢 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就是看起来似乎黑漆也不怕 但是黑漆怕什么呢 因为他实在没有去斑 嗯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低杆肯定是要把它给搬住 那如果白漆选的这种断 更为复杂的变化呢 呃也是有可能的 他就弃则了 这个白方 上面打一下 这边打两下就算了 弃掉 可能也会是一个复杂变化 但是他实战这个退啊 就在这个地方 选择了这招 长 好像在这个局部有一些 不恰当 白漆一贴 这黑漆已经不好硬了 甚至于说没有下一手了已经 因为你搬 我可以顺势搬 你这两个字是齐筋 你是不可能弃掉的 那你不能断 我一冲断 这就已经变成一种 无硬手的状态了 那这个漆肯定就不行了 你不能搬 像他实战的 那只能从这边去想办法借力 嗯 但是这个借力的方式 我们看 上边这个白漆一斑 因为白漆这个也是 基本上带有先手意味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一斑你 哎呀 黑漆在这个 两个字这就不好 动弹不得了 因为你搬毡他没关系 他就硬着 他这个胡刺是先手 他都跑了 他把这个连根跑出来之后 你也成为了骨骑 这个下法应该是 是白漆非常乐意看到的 而黑漆 感觉上并不有力 但是在快漆当中啊 这个也是快漆的一个 嗯 让人比较无奈的地方 就你来不及细想 你面对MASA的新手 你之前没有去 考虑过的问题 你现想 你其实很多时候 应对都是 没那么从容的 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而他不一样 他什么都是 依托大数据 这个有数据显示 他每手漆就是7秒落子 比我们人类 实在是快太多了 这个没有办法去跟他比 白漆半毡 黑漆在这一带 也是没有什么硬的心情了 先把这个拍上来再说 白漆呢 竟然又拖鲜了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职业骑手 也是在跟MASA下棋了以后 来进行一些总结 然后学习嘛 吸取营养 所以接下来这个白漆的思路 就是我觉得足以让任何爱好者 或者是职业骑手 研究喜欢研究这个 其的内容的来 把它当做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 他这时候脱鲜了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一带 会想像什么样啊 跳一个 这边呢 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关系啊 黑漆反正都是蚕子 你这个地方你说要逃 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你要真想把两个子跑了 白漆也就给你跑了 反正白漆也都已经安定的很好 那这边呢 我们说这漆白漆没有硬 那我不是肯定要把你吃掉吗 对 是给你吃掉了 我们来看白漆怎么样 应对你把我吃掉的这个情况 先上边一点 底下一点 这都是命令型啊 你既然是来吃我 你一定会吃 怎么看 斑 斩 这都是决先 你不硬我一煎就回去了 你什么都没走到 那你硬 好 白漆就一走 这个时候我们来算一下 这盘漆的总账 我们看到现在 现在目前为止 黑漆就是把这一带吃掉了 吃掉多少木呢 大概35木齐 然后我们再看全局 黑漆已经没有任何有优势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你这都是蚕子 这个子其实也很孤单 如果白漆一旦飞出 这些都是负担 基本上都要死 除了这35木之外 黑漆在全局已经没有任何优势的兵力 而且同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 我们来看白漆 白漆上边这一带 其实它蕴含的时空就很多 本身的实地也不少 10木齐应该足有了 而且这段还很显然 有出来可以吃掉黑漆的手段 这边感觉上应该15木肯定算少了 20木可能也不太值 更关键的是这边白漆有两个脚 所以现在一看黑漆不单是贴木成问题 可能本身你就已经不占优了 就是在实地上已经没有领先了 所以到现在可以说这漆的黑漆 竟然已经非常难下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 可以说是让思路的又一种创新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老是看重一些漆 不愿意死 要把它哪怕是很难看的 拉着胯着拽着 反正就是要逃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 即使我很轻巧的把它弃掉 再一看全局 我还是赢了 所以这种 舍掉这种小局部的这种 不是我们就是 下完看到这个结果的话 其实你是很难去想到的 但这个思路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好走到这样 然后白漆走两下 当然了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Master来说 已经非常的轻松了 飞出 这地方保留了 联校肯定也是看到了这一个 现在不利的局面 所以他决定要冲断跟它拼 但这个地方确实是 哎呀非常勉强 白旗呢 它只要防住你冲这个就可以 所以它这一段 基本上你这个冲也已经冲不了了 这样 看看这地方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 黑旗要活脚白旗一挡 这个地方我们发现 黑旗居然还得后手把白旗吃掉 那这白旗这外头 它通过气掉这两个子 全部走后了 现在这一飞 这个肯定是死了 这跑不出来了 而且白旗整体的形式还有配合 而黑旗呢 就是活了这一个小脚 这一个局部呢 又亏飞了 这个亏的 这用了亏飞来形容 真的是一点不为过 这旗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现在你无论你现在 呃怎么样的去想要跟他拼命 留下这样的旗才实战 对方就稳妥的硬住啊 绝对没有任何脾气 让你呢无力可施 啊你已经 无忌可施了 你也没有力气可以去地方施展 你走在哪它都是轻飘飘的 你想吃哪它都可以给你 这就太难了 所以导致黑旗这么不利局面的原因 还是在前面 布局上面找问题 嗯走成这样了之后 轮到白旗 白旗没有在那一带啊 继续去跟他纠缠 因为也很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实际上是走这个 黑旗开始在这个脚上啊 想要想要缠出点什么东西来 靠了一下 靠了一下 靠了一下之后呢 把这个旗 因为你现在冲不行 想先把这个旗粘出来 但是也是很遗憾 这旗 嗯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的地方了 黑白旗都走的特别铁 小飞 没有什么空间给你去制孤 它走的很很简明 就是你想逃 它也许就给你逃 但是你想要去跟它作战呢 很显然也不行 所以这个旗啊 当进行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也都能看出来 这个旗 黑旗已经 可以说是无路可走了 你冲这个 都根本没有用 它就吃掉你 底下也不可能做出两只眼 只有一只眼 你走哪它都跟着你硬就行了 现在你这个连斑 打了一打 这个时候是真的没办法了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有个子 它能不能冲呢 这是最后的一个 呃 交换也许能占获利的地方了 是吧 你这样你必须得爬过 简单一跳 之前这个子还发挥作用了 你现在这两个子都逃不出去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是 呃 相当于 无力挣扎 根本跑不了 所以 这一代也等于是梅棋 也就是下成这样子的时候啊 这个 仅仅一百二十二手 啊 这个 打吃在这儿 嗯 连销就是头子人负了 其实 可以说 这个最后的结果呢 并不出乎意外 但是 这个整个的过程啊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就是 白棋的下法呢 是我们很多时候 人类被禁锢住的一些思路 我觉得 对方走了 我肯定就是要硬的 因为我硬了 也许他也是个姑骑嘛 我还有可能攻击他 但是没有想过我放弃掉这个思路的话 我把这个彻头彻尾气了 我在这边抢了一手 气掉之后 这局面居然意外的变得特别简明 这个是 这盘棋 我觉得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 应该会很有收获的一个地方 非常有趣 小雪崩的变化 其实 对AI来说 他也不是说他完全就不会 这盘下的也挺好的 尤其是下出了这个碰 这一套气 可以说是 非常值得大家来学习的一招 那么好 这盘棋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